炎炎夏日呢 在烈日底下 时间一久恐怕会引起重暑以及热衰竭 那么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荐了两道中药材来跟民众分享 单独冲泡或者是跟食材一起来烹调呢 都非常的简单方便 不仅体内能够清热去湿 也很清凉消暑 立下刚过 代表夏天来临 户外冻着三十几度高温 只要待上半小时 恐怕就会受不了 由于长时间在高温环境曝塞 可能引起重暑或是热衰竭 保养预防就很重要 卫生局推荐两道中药材 单独冲泡或跟食材烹调 简单又方便 粉关四神汤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排骨 然后加一些薏仁 芡食 原子 山药 粉关生 进入排骨汆烫之后 与中药材一起 小偶 炖煮两小时就可以食用的部分 那第二道部分是起菊 养生茶 就准备800cc的水 那里面的中药材有包含起菊 还有杭 菊花 西洋参 薄荷 荷叶等 放入我们一个小火去煮五分钟 放凉就可以饮用的一个部分 不论是用薏仁 芡食 莲子 山药 粉光森搭配排骨 穿烫的粉光四神汤 或是用枸杞 炕菊花 西洋参 薄荷 荷叶的起菊 养生饮 这些药材普遍 价格也不昂贵 卫生局建议到有中药贩卖许可的中药店购买 安全更有保障 至于炖煮药膳时可以挑选陶瓷砂锅或是不锈钢的锅具 不建议使用铁 铜 铝等材质 避免锅具跟中药材产生化学反应 卫生局表示 多多饮用清热去湿的汤饮 对于消暑解热很有帮助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炎热的一个情形 然后温度有时候高到35度的一个情形 那民众大部分都会吃比较冷饮的部分 那会造成一些我们中药所提到的湿气的部分 卫生局提供这两个药方是最主要是做清热去湿的一个作用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避免在烈热底下长时间曝晒 以免因身体温度上升造成中暑或是热衰竭 平时多喝中药调配的清热药材 健康安全又消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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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